来看看新闻网 难免也水涨船高 达恩秀有一个总冠军是卓军 他比你们来自更乡下的地方 但他从来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从来听不见别人说什么 因为他在跳舞的时候 他是忘我的 本期录制有衣能静 黄书俊 黄豆豆和杨威 担任梦想观察员 整场录制下来 四位观察员果然不负众望 严质犀利的有些不留情面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 年轻人不要给自己 去找一些客观的原因 就像豆豆刚才说的 台上的那几分钟的精彩 往往背后掺扎了 很多的眼泪和汗水 要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才能去取那么大的梦想 但是现在你们真的不可能 四位观察员中 最能言善道的黄书俊 则担当起了斗包袱的角色 偶尔几句调侃 总能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坦白说 你不需要借着这种演出 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因为这一不小心 就会变得不是男人了 录制当天 一位看似貌不惊人的上海保安 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 可惜才艺不惊的他 却在演唱时得到了三个弄 歌迹不足 口才来补 一番互动下来 这位小保安 倒是让观察员们产生了兴趣 所以你做保安的目的是说 保安是不是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当然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女 是不是 那也有 我也不能说都是 在现场 这位保安还诉说了 一直困扰着自己的烦恼 那就是身高 一米六的身高 已经给今年24岁的他 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甚至终身大事也受到了影响 一番讲述之后 关于身高的话题就此在现场点燃 巧合的是 黄书军 黄豆豆和杨威 这三位男性观察员的平均身高 也还不到一米七 对于这位保安的遭遇 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我觉得你跟这个达人秀很有缘分 你看达人秀办了这么多季 办了这么多期 你早不来晚不来 就挑今天来 今天是评委总体身高最矮的一次 你说你还没长开 对 我个没长开 所以人家大家相亲 人家都不愿意我 你说你几岁了 我24了 还是有一些人可以继续长开的 还可以穿一穿 对对对 刚才这个黄书军老师说了 没关系 24可能还有长高的机会 但是我又想告诉你 从17岁以后我就一直这么高 黄豆豆涉先自嘲 一旁的伊能静 也毫不客气地拿三位开启算来 而牙尖嘴利的黄书军 可没那么好欺负 自然是见招拆招 为什么呢 我个儿不够 所以没安全感 可是在场的三位男士 也不是很高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 没关系 我一直是说 他们三位的老婆都非常漂亮 年轻貌美 像苏俊的夫人才几岁 这个我可以来回答一下 真的 女孩真的不是看男孩子的身高的 像我老婆一向 她总是觉得我高大挺拔 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她老婆非常高 她老婆是个长腿妹妹 身高话题一发不可收拾 三位男士始终笑着调侃 大气幽默地体现了 小身材也有大智慧 小个子男人也许外形上来讲 给人不起眼 但是我们的内心 有时候也是很阳刚 很强大 甚至是很温暖的 对 对对对 所以下次如果这个女孩就说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因为你让我感觉不到安全感 你马上就要接上一起 你说因为我找你 就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觉得特有安全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